主料,干香菇10多,笋200克,芹菜100克,青红椒200克,辅量,油,盐,葱姜碎,生抽,蚝油一勺,鸡精,糖,胡椒粉,水淀粉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干香菇10个,洗净,冷水泡发,用剪刀顺着香菇圈剪成时,厘米长短的条状,形状类似山芋丝, 放入热水锅中烧烫,即捞出,备用,笋切丝,放入冷水锅中,这样能更消的去除笋的酸色味,小火煮开,捞出,控干,备用,芹菜去根去叶,洗净,切小段,放入开水锅中捉一下,捞出,控干,青红椒各半个,洗净,切丝状,备用,热锅上油,炒香葱香水, 姜香菇调,冬笋丝,芹菜段,青红椒丝一定倒入,大火快炒,加生抽调味,加蚝油增鲜,加盐,白糖,胡椒粉及鸡精,炒云,淋入水淀粉,即可出锅,烹饪技巧,配料可根据自己的喜好加,熟途中芹菜就是我自己加的,也可以加土豆丝, 豆角丝,木耳等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